欢迎收看将新闻视频的传奇 我是幻之 要说是近几年的中国电影 那更可谓是火爆全球了 不光是质量上无可挑剔 票房也是十分惊人 这些变变执行例子 没问题啊 让拉伯扶扶扶扶扶 这是目前发明的票房成绩 球续国产电力最高的方式 而且基本人球水海的票房 这个亚洲电影 口飞到这边 咱们拦爆了 还有流浪地球 累计票房四十分惊人 被称为是开启的中国科幻政策门 攻击了这些日内应的参登者 我和人主播 那样各个都是叫好的票房 那么我要问您 您觉得这些优秀的国产电影 他们都有一个什么贵重点呢 想想 别想了 我再给您一个答案 那就是每一部里面 都有无惊 没错吧 是不是 当然了 电影的成功是 八字算命处 亚诚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辰八字推广的 一门三部处 让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 二十余年的高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险 平补法序 到岗规矩 二零八八 二十八八 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是不得不说 最近这几年 一听那说得上是 大红大紫啊 有人说 这个世界上有票房毒药 那么他就是票房灵药 绝对当时无愧啊 要算起来的话 无惊出道 今年二十四年了 能有今天 四个月 大戏完成 那么 在他没有成名 或者说 没有那么红的漫长岁月里的 他都会够去成了 在这条成名之路上 他又经历了哪些 不明人知的故事 今天 他就在说 这国民命派 无惊 起起落落的成名 要说现在无惊啊 同年 过得挺顺的 1974年 他成为了北京的一个武术世家 家里往上倒几代 都是武状元 你开玩笑 甚至于 咸丰皇帝还送过他们家一块 武魁的脸 可是他小时候 调皮 外上学 也不喜欢武术 所以为了让他将来能够有点出息 按照家族传统 就把他送到了体校学武 你还别说 英文那句话 龙生龙 凤生风 他六岁到北京 实际上还起校 从八岁那天开始 他就开始拿各种武器比赛的冠军 当然了 也没少说起 刚开始进五十六的时候 教练 无惊 进不看好的 因为啊 无惊的左手大后 是小的乱 教练认为啊 这个小惊认的时候 会缺乏力道 容易吃亏啊 就是无惊啊 那么是用六岁断脊梁 八岁头脖水 九岁 哥们 折扇 等一样 就无惊 在十三岁之前 反而十三岁的冠军 这些问题也很高了 为什么要强调十三岁之前呢 因为十四岁那一年 吴京遭遇了自己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 怎么呢 说出来啊 您心里都听他 几乎的吧 因为作为一名武术选手 吴京在那一年 瘫痪 关于瘫痪的原因呢 当然有人说是泪风湿 也有人说是骨骑河 还有人说是训练过度了 甚至有人列出了 他从小每天训练的单子 您听听啊 正踢腿一千 特地踢腿一千 外掰腿一千 领掰腿一千 后高腿一千 跳跃无来 三腰五百 且不出这些动作 有多难 九百年六就回来 当时数据后边 一千一千五百五百来 多吓人呢 这都是什么 是不是 而这只是一千的训练量 那是不是说 这些原因导致他会瘫痪呢 说实话 自己也没能清楚 他瘫痪的原因是什么 总之就是 瘫在床上 弄不了了 别说是练腹 能不能走路 还得打个问号 当然了 咱们现在看他生功活虎的 一点都没有瘫痪的影子 那么当时他是怎么挺过来的呢 有七个字 叫熊银开始